請收看《衛心世界》 《衛心論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蔡教授 代表黄教授 听了之后 我想简单地做一点回应 我就想到谢勤副总统 在他的家乡叫二水 他那个时候 其实黄教授在他这篇论文里头 他谈到台北市 对于人走了之后 这个乱章 在台北市就有五百公顷之度 所以就在第二兵仪馆的身上 以及六章里 那个身上实在是惨不忍睹 就不符合到我们今天说要结合建筑美学 来共创人间净土 所以 谢勤副总统啊 他在他的家乡二水啊 为了配合人走了之后 能够啊 配合风水的需要 他就把这个目的啊 一块一块一块都是八个方位 这一块有要周北超南的 要周南超北的 就正南正北正东正西 然后呢 有东北的西北的 这个东南的 西南的 一共八个方位 就使得二水的墓园啊 就美化了 所以黄教授这一篇啊 真是跟我们今天啊 要讲的 我们要把民俗的这种风水 变成了环境的风水 要把生存的风水 变成生命的风水 要把物质的风水 变成精神的风水 要把竞争啊 或者是这种风水啊 变成一个能量的风水 要把贪恋的风水啊 变成创新的风水 所以 也可以说 完全符合啊 师父告诉我们的 如果大家都能够 以传统的民俗 来尊重 而用现代的这一种观念啊 来把它创新的话 这就也是一种改变啊 可以让我们这个世界和平 发展的空间啊更大了 所以在这里呢 至少我个人也非常感谢师父啊 来做这么一个有意义的论坛 让我们这个一经的这个思想跟精神啊 也就去发扬光大 接下来我们第二篇 专题报告的 是由啊 这个 中国五所 荣誉理事长 谢金天先生 他呢 也是啊 这个 创意出版社的负责人 更是啊 郭立图书馆基金会的董事 他从这个 呃 今天的思维 来谈 这个武术 我们现在热力掌声 欢迎 中理事长 这个 微信中的宗主 洪言传师 我们的 杨吉隆院长 啊 我们主持人 这个李教授 各位学者专家贵宾 各位同道同修 哈 今天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 共同研究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哈 我本身是学法律的 我是中心大学法律系毕业 他们向我 学的是法律 从事的是法术 这个法跟那个法 有一点关系 因为我如果不是法律系毕业 我 那个逻辑思维 不会这么严谨 尤其是 武术界 可以说 到目前为止 风气比较改善 以前 谈到三一命不相 人家 人家都是欺移 迷信 不屑一顾 自从 四五十年以前 我开始写作这一方面的著作 也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而觉得我们 中国的武术 一二三四五 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晓得武术是指什么 武术 西词就是指三一命菩萨 那么我今天的题目为什么叫做周易武术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两本畅销书 各位知道 一本就是代表西方思维的圣经 那么圣经呢 它是上帝的神域 上帝的预言 它是神传递给世人的福音 而中国的预经呢 是古代的圣人 古代的智者 sage 这是古代的wisdom 聪明人 他告诉我们 这些人的福音 是古代的圣人 古代的智者 sage 这是古代的wisdom 这些人 这些后代的人的一种推理的方法 这两本书虽然都是预言书 其实呢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 西方的圣经 是给我们鱼吃 给鱼吃的 这个企业就喜欢用这个比喻 就是它把鱼给我们提供鱼 而预经呢 是提供我们钓鱼的方法 一个是告诉我们预言 福音 会有什么样的局势变化 而且世界末日 什么时候会到来 我们读圣经知道这个预言 而且圣经里面的很多预言 经过一两千年来 我们公元是两千多年来 里面很多预言实现 如果你们研究那个圣经预言 就发觉到 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 实在是不可思议 但是呢 我们预经里面没有这个预言故事 但是呢 用我们预经来预言的 有好几本书很有名 今天第一堂课 那个谢院长讲 预经影响唐人的生活 他露了一项唐朝最伟大的一个著作 各位可能知道吧 《推背图》 听过吧 《推背图》是我们中国一本 非常不可思议的预言书 它是怎么写出来的 它就是袁天干李存锋这两个作者 根据《逆经》的一种推理 Logic 把它写出来的一本称为的书 这个是书于一种 中国武术里面的书于一种预言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我们如果讲到《逆经》 最原始它是一本占卜的书 《Divine》 我们英文叫《Divine》 事实上它也可以说是《Predict》 Predict就是预先预言 预知 它就是一种味道的 台语说味道先提 我们能够先预知未来的变化 所以《逆经》给我们最好的一个取识 就是天下没有不变的东西 所以《逆经》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意义 我们要记得 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变异 变化 什么事情都一直在变化 时间 空间当中在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说人生无常 无常就是没有不变的 这个是《逆经》里面的一个不变的道理 所以《逆经》告诉我们 我们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 所以变化 我们随时都要想到这个变化 所以最近各位知道 这个景气不好吗 很多企业家 我当了很多企业家的顾问 他们都给我四苦连天 中老师要怎样 现在坚持这么坏 要怎样做下去 我说你没有听说 世俗里面有一句话 说穷则变 变则通 这个就是我们《逆经》的思维 也是禅的思维 所以我们这个《逆经》 这个《逆经》的思维 它是把中国的这个道童 没有价值 事实上就是你的想法 所以蒂卡尔说的那句话非常好 《逆经》 《逆经》 你今天你觉得你的人生很有意义 人生就很有意义 你觉得人生实在很没意义 来康康 去康康 一切都是康 好像说最近有一个笑话 说是政治家不能说真话 也不能说假话 一个人就问 那我们是不是要说鬼话 他说不是我们要说空话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 《逆经》里面的《逆经》是空 空即是射吗 事实上空不是没有 空是一种状态 一种你思维的灵子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古典物理学 我们的古典物理学 现在已经进入到量子物理学 量子物理学就认为一切都是无相的 一切物资都是一些电子在那里循环在那里跑 那么如果你从这个地方你就想到过去有很多思考思维 我们现在要改变想法 过去我在中学在学的时候 我读到达尔文的进化学的时候 我就常常觉得很奇怪 我们人是猴子变来的 为什么现在没有猴子变成人 事实上那个猴子 到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怀疑 尤其是最近我们已经进入到 以前我们分析到细胞 现在已经分析到DNA 因 基因 基因嘛 尤其是前几年 我们基因的潮图都出来了 我们从基因里面知道 我们人为什么有那些思维 为什么会有那些遗传下去 就是基因里面可以检查得出来 那么我们就想到你的思维 事实上就是在你的基因里面 那么这个基因呢 不可能只有一两万年的历史 我们如果用达尔文的那个进化论来讲 我们人有历史的也不过一两万年嘛 一万多年嘛 人类的历史有那么短嘛 而且呢 有可能那么短就变成人类嘛 那么我们最近考古学家 发现十万年 一百万年以前的古迹很多 那么那些是死前文明的人类的 遗留的东西 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很多 像达尔文学说这些假设 都不是金科玉律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 再反思我们的易经所讲的东西 易经不会给你固定讲说是人类是什么样发生的 所以易经伟大的地方就是给我们启示 它那个阴阳那些八卦的变化 那些符号逻辑 就是给我们一个思考 所以我常常给他们这个企业家讲说 你如果有困难的时候 多读读易经 读易经 不是在那里钻那个牛角尖 在那读那个意理 这个文字的意义 你要从那些挂像的变化里面 去引动你的灵感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灵感 inspiration 事实上它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天启 我们跟上天呢 一种启动 灵感 灵动 事实上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心 mind 我们有一句另外一个我们以前读法律的时候 叫心神 一个人心神上师 心就是代表神 所以呢 如果你追究到它的源头啊 它就是一个气 我们常常说是气 气就是阴阳嘛 所以呢 风水 事实上风水两个字 它就是代表气的变化 所以你要了解宇宙人生的变化 你就是要去推就它的原理 那么这些原理呢 我们常常可以在原始思维 有一本书叫做原始思维 就是表示这个最古早的人 它的想法 我们中国的《易经》里面就包含了很多 原始思维 不是现代的思维 所以我们说新思维 我们现代好像觉得很新 事实上我们如果堆就带回去 我们有很多思维 不及周朝的思维 所以我今天讲《易经》 为什么用周易 我们知道《易经》有三个时期 到周易已经三个时期 一个这个连三易 然后变成归藏易 归藏易 然后再变成周易 周易就是周朝时候的易 那么周朝时候的《易经》 我们要解读周朝时候的《易经》 有两家的学书一定要看 一个就是儒家的学书 孔子呢 他的实义 就是《易传》 他是用一种正面的方法去解释《易经》 孔子的儒家之义 是用正面的方法解释《易经》 而另外一家老子 道家的《易经》 他是从反面来解释《易经》 所以那个《维吾编证法》里面的正反合 事实上就是我们《易经》的思考方法 一正一反 你知道孙子兵法怎么样造出来 就是从正反合里面想出来 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三十六记 从什么地方想出来 就是从这个地方想出来 所以如果你读《通易经》的话 你的变化就多了 你的记册就多了 所以如果你去读《江太公》 怎么样子帮助文王法咒 你如果去读汉朝张良 怎么样帮助汉高祖 你如果去读《刘伯温》 他怎么样帮助明太祖 你就会发觉到他们的思维里面 都有《易经》的痕迹 我最近在看一本《曾国凡》的书 《曾国凡》的一生的一个经过 他怎么样打败太平天国 事实上它里面所应用的都是《易经》的道理 那本书好像是叫《曾国凡》的方圆 《原型录》还是什么 它的用人 过去我曾经跟企业界里面讲知人善用 知人善用就是我们武术里面的像 人像 像里面的像当然包括很多 包括人像 包括地像 风水也是在像里面 那么我那个时候是特别单挑像法出来 因为这个对企业家很有运用 因为企业家他的成功失败 完全是在用干部 干部决定一切 然后我就教他们 你怎么样去面向你的干部 你有面谈嘛 你怎么样去选择人才 我再告诉他们 你去看那个《曾国凡》的《兵剑》 《兵剑》这本书 如果你读通了 你的用人你就是一个政治家 当然你不会说真话也不会说假话 当然你不会说空话 你真正的《兵剑》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那么我们从这里地方 我们晓得古人的思维不输我们现代 我们不要以为近代人现代人 现代思维就很了不起 所以如果你在回忆《易经》里面很多符号逻辑 你会发觉到不可思议 为什么是二元论 为什么阴阳 你看那个《泰伯拉茨》 它发明电脑的时候 它就从《易经》的《阴阳》 《灵一》 从那个地方获得灵感 所以有人笑说电脑也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我们《易经》那个就是电脑的原理 事实上因为古代人的思考很科学 只是什么 我们都是过于有很多偏见 所以梁启超他特别批评说 我们《易经》是迷信大本音 我是觉得很多学者断言 他的这种断言过于武断 所以我常常对任何事情我不武断 我认为我们去研究它的道理 所以我才会想到说 中国的武术 应该是好好把它整理一下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用周易武术 因为我们知道周朝那个时候的周易 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就是一个孔子儒家的义 跟道家的义 那么到了汉朝的时候 这个义经的发展就博大今生 那个时候天文地理 兵法医学 你知道《黄帝内经》 是一本医术跟医学结合的一本非常好的书 《黄帝内经》 如果你要讲这个未来 如果我们要发明一个预防医学 你可以好好读那个运气医学 那《黄帝内经》里面有说五文乐器 它可以根据每一年的这种变化 甘肢变化 它们叫做运气 五文乐器 可以预言这一年会流行什么样的疾病 就等于一种流行病的一种统计 那么这个《黄帝内经》 你要了解《黄帝内经》的话 你要读那本《三寒论》 把《三寒论》 因为《三寒论》就比较实际 把它运用来 所以读中国的这些东西 三一命不像 你不要单单只有看一本书 要把它融会贯通 尤其是已经到了汉朝以后 到家运用得非常好 谁啊 魏伯扬 魏伯扬写了一本《周易参通器》 这本书不得了 我们现在的气功啊 怎么来的 就是从这本书里面 启发来的 叫《周易参通器》 因为它把我们中国人的 新运动的这个气啊 它把它运用到单 刚开始的时候啊 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在周朝 商朝那个时候啊 叫做外单树 叫做方树 那个时候呢 就是讲究仙丹 苗佑仙丹 到了汉朝 这个《周易参通器》 它把它改成内单 内单就是我们发现到 我们人的意念 可以循环 可以做药 治疗你身体 所以呢 我好像今天不知道 听谁说《易动》 我们的意 非常重要 意 你可以思考 意 也可以治疗你的身体 后来我为什么 我晓得这个很有科学根据 因为刚开始 第一次我是跟那个 刘培中老师学道工 你们听说过刘培中老师 我跟他学道工 那个是一个因缘机会 因为我研究古代天文学 研究到三四合一解不开 结果一个因缘机会 一个韩正生韩立伟给我介绍 认识我们那个刘老师 因为刘老师是清朝 最后的一个青天界 我就去跟他请教什么 请教太医神述 他听说我 我每一年都做预言 我们禅师还特别提到过 我那个铁笔子名利 我铁笔子名利出了三十五年 我每一年的第二月 就是预言当年的国家政治情势 跟经济情势 很多买股票的人 都一定买我那本名利 要看看今年的股票情形如何 那么他们很多教授 这很奇怪了 我有一次到台北的义经学会演讲 他们很多将军就问我 他说中老师 我们读义经 读得比你认真 比你用功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预言 我说这个 大概是我们读的方法不一样 你是读义经 我是误义 误 误 所以我们知道 在英文里面 我们通常说知道 I know I see 顶多说I understand 它另外有一个名词 叫comprehend 我了解 这comprehend就是我透彻 就有点像误 误道 那么科学家比较迁徙都讲是 Appliant 或者说这个 这个比较Approach 就是我比较接近真相 不敢说是我已经完全了解 想念不划不从生 我该感到生前前前 抬闻人心笑着爱 东西世界流不变 就是世话 一旦 的 apliant